我船正航行于阿拉伯海 前面200海里有一个台风 现在海上风力11级 好家伙 这给我晃的一宿没睡 大家看到我们这条船一直在晃 但是船舶依旧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我们船抗风等级达到12级 即便15级的阵风也没有太大的威胁 可以看一下周围的海况 此时驾驶船舶找到了开飞机的感觉 再航行5个小时就可以脱离台风的影响 我这脚下踩的可是价值一个亿美金的VLCC 再加上装载的220万桶原油 这加起来得2.8个亿美金 我们的职责就是保障船舶的安全运输 这一次我们从中东的卡塔尔 装了30万吨的原油回国 从波斯湾出来进入阿拉伯海 穿过印度洋 经过马六甲海峡 在一路北上抵达目的地港口宁波周三港 全程22天 5700海里 平均航数11.2节 昨天有一个老铁问 你们船装了这么多油 是不是永远不需要再加油了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水平 货舱里装的是原油 需要提炼加工以后的成品油 才可以燃烧使用 我船全长335米 宽60米 行深30米 从船底到上层建筑有70多米 差不多20多层楼那么高 主机功率25480千瓦 每天油耗大约90吨 按照现在的油价 这条船加满油需要450万美金 续航能力25000海里 可以绕着地球航行一圈 现在我船已进入印度洋 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船略有晃动 但是冬季的印度洋海矿还是不错的 船头这几只小海豚好像也很高兴 海豚是群居性的动物 一般如果你能看得到 基本上全家都在 彼此会很团结 远处还有一群海豚 这也太壮观了 让我想起了老家鱼塘喂鱼的场景 放大洋航行啊 船员还是很舒服的 今天船上安排吃大餐 依旧非常的丰盛 唯一的遗憾就是游船上面工作 吃烧烤就别想了 因为这种船行不方便 远洋船员吃饭住宿条件都不错 让你们看看我的房间 这个就是我的客厅 有沙发 一个小插机 打开窗帘看一下 标准的海景房 船还在航行中 高级海员的房间比较大 普通船员没有这么大的客厅 这个是卧室 bedroom 有衣柜 有床 有独立的卫生间 可以冲凉洗澡 船上都是单人单间 硬件齐全 就是总感觉孩儿缺点什么 这个老铁应该都知道吧 还有老铁想看一下健身房 这个必须安排 这条船啊 健身房的设备 还是比较多的 就看你是不是喜欢撸铁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 还是喜欢打打球 对这些东西啊 并不感冒 假如你能养成一个好的健身习惯 跑几个月的船 回家休假 你老婆肯定对你刮目相看 经过十几天的航行 我们船已经到了马六甲海峡 过马六甲呢 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关键海域 最浅的地方水深只有25米 我们船满载吃水已经达到了22米 其他群岛海域 讲道理有生之年一定要来这里一次 中国的马尔代夫并非浪德区民 这里的海水清澈到让你怀疑人生 让你感受到远离沉潇的人间天堂 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船从波斯湾回国的这条航线 也是当年郑河下西洋 曾经所走的航线 在明史郑河传中 有这么一句话 药兵异域 是中国富强 选天子召 赐其军长 不服则以武设之 600年前我们的航海英雄 带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走访诸国 600年后 我们跟随时代的步伐 继续行走在海上的丝绸之路 我们的港口建设 我们的造船工业 也站在了世界之巅 生于华夏 何其有幸 喜欢宋老师的可以点个赞 顺便加个关注 通过了南海后 我们船又穿过了台湾海峡 航行于东海海域 再过五个小时 我们即可抵达目的地港口 宁波周三港 其实宁波周三港 才是全世界货物吞吐量 最大的港口 并且连续12年 稳居世界第一 2020年宁波周三港的货物吞吐量 达到了11.72亿吨 我们通常说上海港是全球第一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上海港只是集装箱吞吐量排第一 在这里给宁波周三港点个赞 靠泊完成后 即将开始卸货 你们猜一下 这30万吨的原油需要卸多久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这30万吨原油 不知道能不能拉低国内汽油的价格 如果不行 我就再多跑几趟 老铁门 你们觉得呢